话说 早在今年开年之际 世界富豪圈就爆出了这么一条令人震惊的重磅新闻 1月9日 当前世界首富 著名跨国电商企业亚马逊的首席执行官贝索斯宣布与结婚 25年的妻子麦肯齐离婚 当时贝索斯以夫妻两人的名义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份离婚联合声明 大致的意思就是表达了他们对过去25年的婚姻历程并不后悔 而且两人即使在离婚后也依旧是彼此珍惜的好朋友 当时这个消息一度惊呆了全球的吃瓜群众们 先不说一向被认为是宠妻狂魔的贝索斯为何会选择离婚 光是这离婚后的财产分配就够令人好奇的了 要知道 早在2017年末时贝索斯就以990亿美元 6811亿元人民币 专题的净资产超越了蝉联世界首富宝座22年之久的比尔盖茨 成为最新的世界第一豪 而且多家媒体了解到他们并没有签订婚前协议 根据两人所居住的华盛顿州法律采取的夫妻财产共有制 离婚双方一人拿一半 也就是说 目前依然以1121亿美元7712亿元人民币身家领跑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贝索斯至少要分给麦肯其高达560亿美元3852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这将成为史上最昂贵的一场离婚 而且还有极大可能性让全球财富排行榜发生巨大的变化 然而事实并没有完全像网友们预测的剧情那样发展 而且麦肯其的做法甚至还有些出人意料 就在前几天 这场离婚事件总算是尘埃落定 也终结了全球民众心中的疑问 根据媒体报道 贝索斯及前妻麦肯其的离婚协议将在近几天内生效 麦肯其将分的价值高达380亿美元2614亿元人民币的亚马逊股票 尽管这依然成为了史上最昂贵的离婚案 但麦肯其接下来的做法却让网友们对他的品德大肆赞扬 他把夫妻两人共同持有的75%亚马逊股票全部留给了贝索斯 自己只保留了剩下的25% 投票权也完整的留给了他 除此之外 麦肯其还放弃了华盛顿邮报以及蓝色起源这两家大公司的所有股权 随后 他只在推特上发布了这么简短的一段话已是公布离婚协议的结果 其中除了阐述财产分配之外 他还特地感谢了一下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 最后再补上一句感激过去 期待未来 简直是不能更潇洒了呀 要说的是 在25年间陪伴着贝索斯从零开始一步步登上世界首富位置的麦肯其 风度并不止展现于离婚后的这些选择和做法中 众所周知 这对前夫妇曾是同样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 获得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的贝索斯 在他28岁那年就当上了对冲基金交易管理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也正是在这里遇到了前来面试的麦肯其 性格上同是雷厉风行的两人在互生情愫后六个月便结婚互定终生了 婚后不久 有着远大暴富的贝索斯依然想着重新创业闯出属于自己的一帆天地 尽管当时家人朋友都极力劝阻他的这个做法 唯独麦肯其无条件的支持着他 成为了他坚实的后盾 于是他们从华尔街辞职并举加班到了西雅图 专题 1995年时麦肯其还把自己的全部身家交给贝索斯 创立了亚马逊并作为其中的第一名会计 当初还只是一个网上小书店的亚马逊 如今已经登上了事业顶峰 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 根据福布斯的消息显示 亚马逊的股票在2011年就停止了下跌趋势 上涨了55%并为他的网络价值增加了65亿美元 尽管当时亚马逊的运营已经初见成效 贝索斯的收入也可谓是在稳定的节节攀升 但麦肯其却并没有打算在失业巅峰期抢占丈夫的功劳和名起 反而是主动选择工程身退 开始转型为一个默默在背后辅佐贝索斯的居家贤妻 除了在失业上是个极具头脑之外 麦肯其在生活上也是处处安排的井井有条 他们每天坚持着健康的生活规律 早上都围坐在一起吃个丰富的早餐 贝索斯为了多陪伴家人 也从不在亚马逊安排早会 直到2013年时 由麦肯其每天负责开着一辆他们的旧本田汽车送家里的四个孩子上学 然后再回家送贝索斯上班 偶尔有需要一起出席的宴会或仪式时 麦肯其便会穿上美美的正装 和贝索斯到红毯走上一遭在打理家中失误的同时 麦肯其还是一名职业的小说家 虽然两人都是高智商的人才 但他们的性格却截然不同 贝索斯喜欢和人打交道 麦肯其则喜欢安静的待在家写稿 他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的性格很互补 他喜欢交朋友 是个社交型的人 但对我来说一听到鸡尾酒就令我头疼 那不是我喜欢的场合 深知这一点的贝索斯也十分体谅妻子 平日里会给他安排一个安静的小公寓 让他安心写作 到了放学时间再去接孩子回家 贝索斯还是麦肯其最忠实及热情的读者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也会特地抽出时间来阅读他的手稿 甚至还会干点洗碗等家务活来取悦他 即使是到外地出差时 贝索斯也不忘给麦肯其来点小惊喜 只问他尺码就偷偷把礼物带了回来 曾在一次接受Vogue杂志的访问中 麦肯其还表示和贝索斯平时都在亲自抚养孩子 并尝试各种教育技巧 和其他普通家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 这一点其实从他们2017年到意大利旅游时就能看出不少 一起逛点而接地气的集市 这生活画风处处都让人感觉平淡而又充满了幸福感 一家子及其富有却又十分低调 简直就是富豪界的楷模呀 从以上麦肯其的种种生活方式及选择看来 他的确可以说是一名知性优雅且十分称职的妻子了 然而偏偏就是像他这样一位贤妻良母 却也没能躲过惨遭劈腿的命运 关于贝索斯劈腿这是儿 相信大家都有一有所耳闻了 早在他公开发布离婚声明的那天起 不少媒体就开始挖掘这件事儿背后的真实原因了 而最终是由一家名叫National Inquirer的媒体爆出了这么个超级大料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索斯与一名49岁的电视女主播已经有了八个月的婚外情 两人到一国度假并一起分享性感自拍 那么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 才能做到令当今世界首富贝索斯义无反顾的放弃一段 很长达25年的感情而去选择了她呢 作为这次事件主人公之一的她名叫桑切斯 是一名今年49岁的女主播 曾工作于美国Fox11频道的Good Day LA节目 根据媒体的爆料 贝索斯在美离婚前就经常和她互传各种肉麻的暧昧短信以及裸露自拍 更令人惊讶的是 她在与贝索斯暧昧期间也是一名有夫之妇 她是好莱坞著名经纪人Patrick White Sue的妻子 也就是说 其实她也是劈腿了 而就在前不久贝索斯处理完离婚手续后的第二天 桑切斯便办理好了离婚手续 也是很巧了 现如今两人都恢复自由之身后 那小日子过得简直就是和之前有着天壤之别 尤其是贝索斯 一反之前简朴低调的常态 几乎到哪儿消费都是奢华大手笔和桑切斯外出约各会 都是豪华私人飞机接送 住也是超高档酒店 前段时间刚到洛杉矶 专题看了一栋价值一 5亿美元的超级豪宅 转眼又在纽约 专题第五大道买下一套价值8000万美元的公寓和两个单元 里面的装饰也是极致奢华了 就在前不久 桑切斯还被媒体拍到正在出入这套贝索斯为他们在纽约新购置的公寓 这一身精神的正装 再加上背着的那个价值3950美元 折合约27000元人民币的Sing Around包包 还有不知道啥大品牌的名表 或许正是桑切斯打开了贝索斯心里纳善憋了半辈子的纵欲之门 彻底帮他把浪子的一面释放出来了 要真是如此 那估计以后还得被爆出贝索斯为了讨桑切斯欢心而各种大手笔花销的新闻了 虽说贝索斯出轨实锤 但和前妻毕竟也是和平分手 好聚好散 希望双方在离婚后都能收获属于各自的幸福吧 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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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